原标题王子文让沈月害怕他到底有什么气场 最近王子文做客亲爱的客栈颇有看点 在节目里沈月赞王子文还没到的时候 听到他要来跟刘涛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有压力 刘涛说应该是剧中的角色 给沈月留下了深刻印象 所以王子文虽然身形不算高调 但是气场一直很大 到底王子文是真的演得很把戏 还是本人就是本色出演呢 其实从他和王柯的相处 就能看出王子文和刘涛关系比较好 因为欢乐宋成为好姐妹王子文和姐夫王柯的相处就是很随意 王柯甚至都不敢去招惹王子文 反倒是王子文一直调侃他 王子文来的时候很随意几乎没怎么化妆皮肤状态 很好化不多 但是无形之中能给人压力 也许很多人因为去妖精认识了王子文 并且觉得这就是他 生活中的王子文虽然没有演到那么任性 但也不是一个柔弱的女生 出道多年的 他虽然是凭借欢乐宋走龙 但是在娱乐圈也算是个前辈子 打扮随意 古灵精怪 肆意洒脱 率性犀利 把这些词用在他身上也是不违和的 所以 沈月怕他也是能理解的毕竟面对前辈 而且是看着不太好相处的前辈的确压力大 毕竟 他是连王柯脑袋都能打击人 可见王子文也是一个很厉害的猪了 不过 也只有很熟悉的人才会做出这样的动作 大气的王子文 果然在生活里也是一个很火辣的性格